正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和天成企业社提供爱心物资 由四建联师傅 捐赠给新城乡的中低收入户的乡亲 31号的上午 在新城乡的原住民多功能服务中心来办理 乡长和理台也感谢相关单位 以及师傅们的奉献 让地方的民众可以感受到社会的爱心 新年相关所在34号上午10点 在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服务中心办理 正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及天成企业社爱心物资捐赠发放活动 物资发放分别有正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5公斤百米100包 2公斤沙拉油200瓶 1公斤酱油200瓶 200公克米粉400份 天成企业社提供了5公斤百米100包 分装成200份爱心物资 发展给新城乡低收中低收入户的乡亲 每栋物资为5公斤百米一包 2公斤沙拉油1瓶 1公斤酱油1瓶200公克米粉2份等等 今天主要要感谢师傅以外 更要谢谢我们所有今天所有的乡亲 共同来这个地方来临起物资 我想持续的工作对于本乡的路视族情 会持续来给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 都能够集散如意 谢谢大家 感谢 乡长和一台感谢首封乡普陀山牵手观 英禅寺事事件连师傅引荐正丰 千维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新城乡天成企业社 共同捐赠爱心物资给新城乡的重低收入户 同时乡长也提醒乡亲们 实时要怀有感恩的心 并表示这是新城乡的福气 商务所也不断联系更多的管道 期盼协助项内更多的弱势团体 以及重低收入户的乡亲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